中国大陆有句话叫做 女人撑起半变天 这些我们谈过了 在中国历草历代 只要女人主战 那都是独霸一房 但没有想到在战场上面 中国的女人不是像我们想到的 裹小脚 肉不军风 大门不出 二门不脉 在中国的战场上面 哇 有很多的女将 不是只有阳门女将 还包括讲的沐龟一云 包括秦良玉 还有今天你要把我们介绍的 哇 侍夫人 最特别是台湾这些最外 中国这些最骁勇散战的女人 都是少数民族 对 我们讲说中国如果女性作战 通常会想到谁 我们讲过陈契斯安的女儿 那讲到辽国的萧太后 都是好像是边疆民族那一块 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 瓦斯夫人也是 中国历史上 中国历史上 但他至少是属于比较中国本土 我们在历史上有讲到穆龟英 杨美女叫穆龟英 奢泰君 他们其实也是真有心 物货的严刑也都是女人在打仗 都是少数民族 对 那这个秦良玉这个多事 但里面记载的最详细 最飘悍的 他们说天下第一女将 叫天下第一女将 讲的就是瓦斯夫人 而且我还有最棒的是 他将近六十岁 六十岁还带孙子上战场 而且直击 起码带着部队突破重围 没有错 你知道明朝家境年间 那时候最会作乱的谁 欧寇嘛 欧寇 欧寇 当时所有的明朝军队 谈到欧寇的时候是 谈欧寇色变 谈欧色变的一个人 但后来出了一个女人 叫瓦斯夫人 瓦斯夫人她其实是在广西 这一代壮族的女人 对 壮族的人当时很飘悍的原因是 他们如果从小生下来 那个小男生 生下来的时候 放墙堡之中 你放在那个床上 床头这边要钓一块铁 这块铁等到你长大十岁以后 这块铁你可以拿着动刀 这块铁 用你当时出生的那个体重 等比例 你三公斤重 这块铁就三公斤重 你两公斤重 他就两公斤重 对 所以这块铁等到你十岁以后 他把它倒成 打成你随身要带的刀剑 跟着你一辈子 真的假的 对 我如果出生是两千六百六十公克 我就有一个两千六百六十公克 等重 3.45公斤就是3.5公斤的铁 对 没有错 这个铁打成一个腰刀以后就 就你入山砍 那个打猎的时候就随身携带 以后打仗的时候就随身携带 跟着你一辈子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上武的传统 第二个是你看 他们在广西这一代的 广西很多丛林生 广西什么多 蛇多嘛 蛇多 所以这个民族里面 他敢跟蛇相处 吃的就是蛇肉 所以这个民族 他一向就很飘悍的一个民风养成 那当时明朝嘉靖年间 欧阔作乱的时候 其实当时有一个大将 我们知道宜大友嘛 宜大友算是一个名将啦 对 宜大友即使碰到欧阔 他有时候都会说 我守城我 我不要出战 可以啊 我不 不摔你啊 结果后来 瓦斯夫人 就是因为当时 他先生 跟他的儿子 孙子 全部都是在欧阔之战里面 战争里面 被杀掉啦 喔 杀掉 结果瓦斯夫人当时年五十八岁 五十八岁 五十八岁 贵夫报仇啊 去找宜大友 说我带了多少呢 带了四千兵马 对 四千兵马 当时他们广西贵族 去参加 中国当时历史上 称这些兵马叫狼兵 野狼的狼 真的叫狼兵 对叫狼兵 所以带这些 有瓦斯夫人 那些狼兵 在山里面 重跳自如的一个民族啊 就把这些 狼兵 带过来 投靠宜大友 那后来有一次 那个 欧阔来攻啊 宜大友还是一样 既不出战 我守城嘛 结果瓦斯夫人说 我先生儿子 孙子都被杀 都被这些人杀掉了 怕什么 五十兵又怎么样 让我出战 结果他带了四千狼兵 瓦斯夫人最有名的 叫叫瓦斯双刀 瓦斯双刀 我们考证出来 是他那个左手啊 拿一个叫燕瓦刀 就是他左手拿着刀 对 左手燕瓦刀 你看那个鞋弧度很漂亮 有点像后来七居光的那些刀 七下刀 那右手遗藏剑 一手拿刀 一手拿剑 所以他在冲锋献证的时候 劈头散法 他是五十八岁的女人 八岁对 劈头散法 这些广西壮族 以前还有纹身 劈头散法 纹身 拿着一手刀一手剑 燕瓦刀 鱼藏剑 跟燕瓦刀 她说他们从宪宪现镇的时候 欧寇看到他来啊 因为他的那个 所谓瓦士双刀 一舞起来的时候 那个 移长剑是弓正门 燕瓦刀从旁边两匹 移长剑用刺的吗 刺的 燕瓦刀从左右砍 她说你只看到前面刀光剑影 你无法去抵御这个人 所以他一披冲过来的时候 手向无敌 他四千囊兵 有他特别交了一个政法 政法你知道 七季光有一個叫 鴛鴦政法 鴛鴦政法老師是誰 救他嗎 就是他 是瓦斯夫人 瓦斯夫人的政法 叫陳家政法 因為他老公姓陳 所以他叫陳家政法 也叫陳家兵法 他在打仗的時候 他會用七個人為一組 七個人為一組 那這七個人從小就訓練在一起 好 我們這七個人 平常訓練的時候 是甚麼 踩高俏 用踩高俏 三個人一組踩高俏 兩公尺高或者到五公尺高的高俏 那三個人綁起 你如果一個人不小心倒了 三個人一起倒 所以他要訓練你協和作戰 協同作戰的一個人力跟默契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做甚麼動作 我做甚麼動作 我們都有默契的 對 所以他就後來打仗的時候 就七個人一組 兩個人拿槍 四個人拿 兩個人拿劍 弓箭 四個人拿槍 一個人專門負責拿刀 負責砍頭呢 砍敵手回來爆弓 那所有有弓 七個人平分 你砍了五個人頭 不是你這個砍的人 你就七個人平分 如果你這個七個人 裡面有一個人陣亡 其他人全部一起覆罪 這麼慘 對 所以他是至今非常嚴明的一個人 那他當時打歐寇的時候 就是用這樣的所謂 成家兵法 成家那個政法 他叫同步 同步政法 七個人一起作戰 我們講七家軍的那個兩儀政法的時候 不是這樣子嗎 就三個人 六個人 七個人 對 我可以變成團體作戰 那如果跟敵軍衝的時候 我可以七個人一組就分散 但七個人就是一個突擊隊 一個突擊隊 所以他當時 歐寇在他底下三戰三勝 他打 有一次歐寇被他 就剛才講七家 那個 一大友不敢出戰那一次 他帶了四千兵馬出去 當時歐寇是一倍以上他的兵力 而且拿了五四刀 他明朝當怕的鑰匙 他斬首歐寇四千 四千 當時在那個浙江的金山會保衛戰 四千人歐寇被斬 三百多個人跳到那個長江裡面逆死 來不及討 從日本人嚇到 逆在長江 對 還有三十四艘船艦啊 被他燒毀 所以這個瓦士夫人 他在那個廣西壯族這一代 是相當有名的 喔 你知道 他有名到什麼 他後來死後 怕歐寇去結他木邊 是嗎 他說關於我死呢 那如果哪一天 歐寇來 他怎麼歐寇來怎麼辦 他出病的時候 跟那個曹操是完全一樣的 曹操那個還是傳說他 七十二宜宗 他是十八路 十八個光闊 四個城門 一起住晚上 所以讓你不知道在哪裡 對 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你現在如果去廣西 去看這個瓦士夫人墓啊 是 他的墓 他現在點兵台也還在 點兵台也在 那個墓 總共有四個 有四個 當時他就光闊四出 沒有人知道哪一個真的是 埋在那裡 所以他既然有真的宜宗 其實是在他身上 好 那謝平 剛剛講到的 廣西狼兵 這名字聽起來 就非常的票害 更不要講 你是個女流之輩 五十八歲 居然騎著駿馬 然後呢 在千軍萬馬之中 取敵人首期 看起來十分的票害 但是大家非常好奇 廣西人有這麼厲害嗎 當然 廣西從秦始皇時代就厲害 秦始皇 秦始皇 派了五十萬大軍 他可以統一全中國五十萬大軍到廣西來 對付障壯主打了三年 沒有成果 對 廣西人為什麼真的厲害 第一個 他古代就 那個罪犯流放的地方 所以這邊民風非常 是重刑犯的流放地方 對 第二個他們非常團結 我跟你講以前在抗戰啊 還有北伐的時候 廣西人都認為 我就是中國人 我就是中華民主 他們非常非常團結 第三個 廣西人都是當地的人 他愛國秦超這麼高 我一定要跟你講個故事 秦始皇 打不下廣西人 廣西人 不要忘記 太平天國 是從廣西出發的 對啊他們從一個廣西 金田村出來 金田村出來的 居然很少天下 很少天下 他們我告訴你 江蘇爾他不是定都南京 在南京都停下來 是 他可能很少到北京去 好 那我就講 後來太平天國 敗亡的時候 有兩個人就可以看到 廣西人多彪悍 怎麼樣 第一個我要講 十大天王之一的十大開 十大開 十大開 率名六千人 跑到四川成都去 你看 四川成都 現在還有十大開的像 是 尊敬他 他最後知道 不可思不可為 他說我投降 但是你保存我六千戰士 好 清軍統一了 他就投降了 最後給他送審 他完全 不畏懼 你知道出什麼 臨辭 三千六百刀 三千六百刀 一刀一刀 用小刀 把他肉 割下來 好 注意 我一定要給史書記載 說他被割的時候 十大開的時候 十大開 面不改色 一刀一刀割肉 注意 他說 自救 綁救刑場 軍 神器 湛然 就他臉色 完全入場 無一毫未說態 且以臨辭 急行處死 致死君 默默無聲 其難之夜 你知道我今天只要 臨辭的筷子手 都要經過特別訓練的 對 我今天要砍你三千六百刀 就是三千六百刀 多一刀不行 少一刀不行 而且我不可以再三千五百刀 讓你斷氣 對 我就在三千六百刀的時候 那一刀把你斷氣是 肉一刀一刀的割下來 他居然坑都不坑一聲 對 史書記載說他當行行行 坑都沒坑一聲 而且神色不變 好 神色戰略 你看 齊男子眼 這麼飄悍 這麼飄悍 好 除了他之外 我要給大家一個 大家可能不認識的李開芳 李開芳 就北伐軍的 對 李開芳他敗退的時候 我跟你講 他被清軍整個圍住的時候 他的部隊裡面很多是礦工 他居然挖地道 礦工嘛 挖地道出來 齊襲清軍了 他不投降的 好 最後 最後他看似不可為 投降的時候 清軍啪啦啪的什麼程度 丟繩子進去 一個一個摸繩子給我出來 不能集體出來 集體出來你乍想怎麼辦 一個人出來 五個清軍伺候一個 五個清軍伺候 你看帕拉辦的 最後把他判處死刑 死刑也是 但他不是臨遲到三百六招 但是也不是一刀給你快樂 對 也是 慢慢砍你 讓你這個 伸手這種痛楚 是 結果你知道 他被砍了幾刀之後 還張手絲望 毫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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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居然還張手絲望 你說他剛剛已經被砍了幾刀以後 對 還仰望天空 對 仰望他可以看 四處看 結果他更厲害 他的同伴 同時也被他處死的 叫做黃 黃宜端 黃宜端 黃宜端厲害到什麼程度 他居然 一刀砍下去的時候 砍到他繩子 那他做什麼事情 繩子居然崩開了 他拿一刀 他一刀把筷子手給幹掉 把筷子手給殺了 對 把筷子手幹掉 然後別人就拿棒 你看他幹了筷子手對不對 別人就拿東西巴拉 拿木頭捶他 他被這樣亂棒打死的 但是 他可以增開 當場 把筷子手殺掉 所以我們想說 太平天國這些人 是真的能打這麼凶悍 這麼凶 這麼彪悍 我告訴你 當初如果他不是定都南京 我認為他一路殺到北京 今天歷史就改寫了 而且我們看到了太平天國 職工北京 他其實不是輸在 八旗綠營的手上 他也不是輸在這種民團的手上 輸在哪裡 輸在老天爺 也就是那一年的北京 特別的冷 那一年的北京下大雪 而這些人從廣西來的 他們完全不能適應 北京這種天寒地凍的天氣 這種乾燥的天氣 所以他們是被老天爺給打敗 而且還不是如此 在蔣介石的手下 我們知道當時在解放軍裡面 最厲害的就是林彪 但林彪他只服一個人 那就是白鮮勇的爸爸白仇戲 而在整個抗日戰爭裡面 最漂亮的一場戰爭 抬而出 也是貴系廣西軍隊打下來的勝仗 我們現在看到一個解密的資料 原來 美國曾經在格林蘭設一個秘密基地 而這個秘密基地裡面 是要可以發射核彈 直接攻擊前蘇聯 順利寶傑 這個計畫本身有一個掩護了代號 叫做Century Camp 世紀之營 因為當時美國陸軍都對外宣稱 你看我們動用了這麼多的 新建的機具啊 我們是要來做科學研究的 是為了人類世代的子孫 你看他甚至用了一個 特別跟挪威訂做的一個切兵機 是切兵機 對 他據說 一個小時可以出力 1000立方公尺的兵 他所有兵在這邊切了 就從後面噴出來 因為他切出一個隧道來 他說我切這個隧道之後 我就可以讓我的科考人員住進去 就是這個隧道 對 那表面上聽起來都很對對不對 Century Camp太好了 以後大家就在這邊研究北極光啦 研究各種各樣的技術 但背後的故事沒有這麼單純 背後的故事是什麼東西啊 背後的故事是 他們甚至沒有跟丹麥政府講 他說我在那邊大量你看 他還做了一個圓頂 然後做了隧道之後 把重型機率都開進去 當時他說的理由 在格陵蘭的地底下 是 在格陵蘭的冰層下 他那時候說的理由冠冕堂皇 他說我們以後要在那邊嘗試啊 人類能否居住在極地 所以我們派的算是美國陸軍啊 運來很多設備 你知道寶傑這些設備裡面啊 有那種一個就重20噸的機具 你猜看是什麼東西 那是什麼東西 原子反應爐 因為他怕冰層損毀 然後特別幫他開了路 特別設計的車 到那邊之後 原子反應爐啟動 本來該是一個皆大歡喜的故事 結果 但後來大家才知道 原來美國政府根本在騙人 他的目的是要在格陵蘭 新建一個核彈基地 核彈基地 對 所以他才會挖了那麼多隧道 要讓冰雪覆蓋之後 是 我從裡面直接發射中短層核彈 我就直接射到蘇聯的領土去了 因為我套回來一個北極就打到他了 是 所以在那樣狀況下 第一個 你的快速反應部隊來不及 因為沒有要飛很久 而且他直接越過北極就射到領土之後 莫斯科近在咫尺 但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發生什麼事了 當時大家都想說太好了 這個基地我只要做出來之後就沒有問題 沒想到才六年 基地垮了 為什麼 因為當時的想法 就我挖出隧道之後 我也蓋了這個鐵皮圓頂啊 雪自然會把我覆蓋住 外面又看不到了 對 看不到了 但是最後的悲慘是那雪太厚 整個基地被壓垮 再也挖不出來 當時美國一直覺得 這個雪是靜止不動的 但你知道這冰川冰河 它是會移動的 造成的新的壓力 再怎麼樣勝 勝不過老天 而這個營區就被整個壓垮掉了